国民党在立法院曾经杯葛跟反对 蔡英文政府提出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说什么前瞻计划是前坑计划 而柯文哲主席也批评我们乱花钱 还进一步指控中央其他的社会照顾 社会安全政策是大撒币 但是台湾面对未来 无论是公共交通运输网的升级 轨道的建设或是超前部署 克服气候变迁带来的水资源问题 包含台北市重要的前瞻建设 翡翠水库的转管工程等等 很多都是在赖副总统任内所核定的 我想请问两位 你们所批评的前瞻基础建设 或者是社会照顾预算是前坑大撒币 那你们具体主张 有哪一些基础建设跟社会照顾项目不该做 是铁路捷运吗 是水环境建设吗 还是长照或幼儿的照顾呢 请赵绍康先生回答 时间两分钟请回答 刚刚萧女士在回答我上个问题的时候 牛头不对马嘴 我是问说你既然已经是硕士了 人家为什么还叫你学士 你听不懂我里面的意思吗 那你说赵绍康董事长跟政治金童 可以随便叫 不是这样子 不管叫我董事长或叫我金童 都会说我是台大的学士 Clemson的机械工程措施 那电你说今年电用的比较少 电用的比较少 是因为我们今年经济不好 因为经济不好才用电少 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就跟你们说 我们台湾交税的年轻人很少 交税年轻人少是因为 你难道他们不想交税吗 是没有赚钱赚的少 你们这种道果为因 实在是让我瞠目结识 叹为观止 钱赚预算的8800亿 是被人家诟病 是第一个 这个预算非常大 很多预算就应该先有计划以后 再做预算 你们是先把钱编出来 这地方赶快把这个计划提出来 很多就为了钱 为了要到钱 不得不把这个计划提出来 那个计划基本上并不够周延 你知道以前政府要怎么提 像这么重大的财经计划吗 必须要一关一关的 一定的数额还要送到行政院 甚至送到公共工程督导汇报 送到金建会去讨论的 那都是有专家一个一个把关的 哪像现在这样 8800亿一下就拿出来了 然后你们又讲说 那你民进党 你国民党不是反对吗 那为什么国民党县市长也来要呢 那既然钱百之为 他怎么能不要呢 他多少也要啊 他要有什么错呢 你画了这么个大饼 他能不要吗 所以另外就是分配不均 对你民进党执政的县市 你就大量的撒钱 要一块给十块 然后对于国民党执政的县市 就尽量的抠 要这个不给 要那个不给 台中捷运已经 现在已经到了行政院 8个月了都不合 高雄市80天就合了 你们这样公平吗 你们好意思吗 接着请吴欣盈女士回答 时间两分钟 请回答 我想 主席 所指的是讲说 政府要 更严谨的财政纪律 那 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不会把这个债 留给 曾孙 那我们是拒绝这个信贷台湾 那我们要加强这个财政的政府改革 才守住人民的血汗钱 那其实呢 我们主席这边也有建议就是说 应该召开全国税制改革的会议 并调整一些不合理的税制 同时我们在立法院 民众党党团 已经找过说 这个 探费不如 因为已经延迟了 执行了 干脆就直接走入探税 同时并了印花税 跟货物税 这样子也可以帮企业解决这些分忧 那再来就是说呢 我们要检视这个 一些货物税跟其他一些基本原则 那简单说呢 就是要合理的税收分配 再来呢 就是要找一些新的替代的财务来源 来保证财政永续 比如说主权基金 还有让我们还没有上市的官股企业 可不可以考虑民营化 这样子的话纳税人才不会再用我们的钱 再帮政府打水票 那还有呢 就是我们讲到就是说刚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呢 其实我在立法院有提过就是说 关于劳退的个人专负的部分 我已经提出来就是说 只要180亿 OK 这个是针对这个劳工退休金的修正条例的草案 只要180亿就能鼓励自体人数 从14%提到50% 这就发挥最小的成本 有最大的效益 因为毕竟呢 这个劳保的部分是一个大水库 劳退的话是个人的账户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才可以跟进OECD的国家 自体比率拉到51% 谢谢